特别是讲柯文哲跟驻台北以色列经济 文化办事处代表尤雅旭等等以色列贵宾 互相交换礼物 接着开始体验包括如何利用城市控制载具 VR体验是感受虚拟世界 让大火都开了沿界 包括制造教育 城市教育跟虚拟实境等等课程 都让台语师生惊呼连连 这日柯市长自今年2月出访以色列之后 台语双方针对语言文化跟科学教育 进行互动交流 师生代表团来台湾访问 有三个老师还有21位学生 将来我们台北市也会选派 我们的师生的考察团到以色列去 我们希望说透过台湾跟以色列 这种实质的国际交流 可以让台湾跟以色列有更密切的联络 那事实上我也交代我们曾局长 因为去年我们大概日本高中生来台湾 毕业旅行已经到14000名 我们会再继续扩大你知道 我们透过这种国际之间 学生之间年轻人互相交流 让台北成为一个更国际 更不明的城市 另外备受瞩目的双城论坛进度 柯文哲表示明天北市府代表团 就要启程前往上海 当面确认时间地点跟内容 至于面对敏感的政治议题 柯文哲不改直言本色 四两拨千斤 记者顾餐有 蔡博博老师